哈喽我是熊子齐 三个词吗 比较嗨比较极特 然后比较真诚 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在 那个角色的那几个月里 因为之前一直都在拍戏 我觉得那个角色的性格 他的经历 多多少少都会 有一些影响到我 每一个环节印象都很深 应该就是你在很多的 demo里面听到你自己 很喜欢的歌 或者说是你听到你自己的最终的母带回来的那个过程 我的理解是 我一直在饰演别人当我是一个演员的时候 但是我在做歌手的时候可以完全把我想表达的东西通过我自己来表达出来 车到山前必有路 但你要先把车造好 就是随缘 也不一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要把今天过好 我是那种补味型的选手 就是我都会 大部分其实我都会 嗯 林俊杰的比较粗吧 林俊杰 王力宏 小姐的 我更想唱歌 嗯 喜欢 喜欢唱也喜欢听 嗯 我真的很喜欢乐歌 嗯 早期的那几样的关系 都是比较抒情的 这一个歌 到底要怎么样 在这生长却不成长 梦却最初流量 昨天刚学完 就是世界经济 只有现在各个都不太好做各种行业 除了极少数的一些 那还是喜欢吧 嗯 就是要为自己完成一个小梦想 生活中吗 我是分人 我如果遇到一个比较搞笑的对手 或者说笑点很低的人 我就会很欢乐 嗯 但如果大家都会很安静 我也不太会去跳出来的那种 最近听 我的歌单其实不怎么变 但最近就是 《军雪奇缘2》上了 我就是把里面的歌听了一遍 因为我还是 就是对这种音乐具象的歌曲 就这样改进去 14岁到24岁 这个年龄段接触的歌声 我发的我都会听 太新了 我也听不懂 最近发的我都有在听 杨成林刚发了《山石》以后 我挺喜欢的 最喜欢里面的《节日快乐》 还有徐佳颖给他写的那首歌 对 《教练爱》 我就真的挺 哈哈哈哈 刚原来有人问我什么是秃头女工 我不知道我前几天刚知道 哈哈哈 就是非常认真打榜的女孩子们吧 你说的就是已经熬到要秃头 我觉得欧美乐坛的黄金年代 就是我上大学的大一大二大三 那个时候我们原来手机里都有600首的欧美的歌单 我们现在真的都举不出来 结果可能也是我们年纪大了 反正只要是那些变子的 我都很喜欢 祝大家新年快乐 呵呵呵 向大家多多关注我 然后也要多多关注我们的 Hayward Music 大家好我是熊子齐 突然间起了个跳 我是熊子齐 然后我今天发表了我的新专辑 叫全息熊子齐 里面有十首歌都是我 非常认真的精挑细选 或者是创作出来的 各种风格都有 总有一款适合我 一定要听 转发这条微博 我和苏苏会抽三个人送上签名帐